有男子在網路社團發文要找高雄的租屋處 那麼當時就有一名房東主動聯絡 他還提供了照片相約來看房 這男子在確認完屋況之後 繳繳了三個月租金以及押金 但是他遲遲不能入住 事後才發現原來出租人 不是房屋所有人驚覺受騙上當 根據了解像已經至少有三人受害 警方接獲報案之後也已經著手進行偵辦 有沙發 冰箱 還有小小廚房 打開後陽台 洗衣機 冷氣機 樣樣都不缺 地板也明顯重新裝潢過 這套房好令人心動 但怎麼知道民眾滿心期待簽下租約 到頭來都是一場空 當下簽約的時候正常要簽兩本 一本是我簽 一本是他簽 然後接下來就變成要交叉比對 但是我們原本當下就只有他自己簽名而已 所以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不應該是這樣子 承租房屋的劉先生滿臉的無奈 一月中旬和聲稱是房東的男子 簽下合約 怎麼知道一年的租約預定三月入住 押金以及頭三個月的租金 總共三萬四千元也都一併付了 事後發現房東所有權疑似有問題 想直接找屋主簽約 這名男子卻一拖再拖搞失蹤 因為他一直說他自己是屋主嘛 那我們查了就發現他不是啊 後來他又翻口供說他們是合夥 然後他有點像是二房東 立民無暇姐同樣受騙在臉書上發文 秀出雙方對話先預繳租金押金 詢問家屋拿鑰匙 男子同樣一拖再拖 事後整個乾脆不回人間蒸發 為在高雄三明區一間公寓出租套房 警方獲報發現受害人不止一人 都應避免先行給付全數押租金等費用 如於給付相關金錢 以同時取得房屋的使用權利 警方聯扣男子也沒回覆 錢拿了就跑 房子疑似為另外一個女子所有 是否為詐欺 原警恐怕得好好查 以免再有無辜的人上當受騙 這葉紅蓉蘇維婷高雄報導